飛機緩緩降落馬祖南竿機場 是台馬間重要的空中交通樞紐 不過就在二號早上九點多 馬防部通知機場塔台 在距離馬祖南竿機場西南邊 五里大約九點三公里處 有一架中國無人機 在六百尺的高度飛行 前前後後盤旋了二十分鐘 造成兩架飛機延誤起飛二十分鐘 機場四周都設有禁止 釋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的範圍 而這架中國無人機 當時就飛到南竿機場的黃色縣高區 屬於禁止釋放的範圍 不過因為在海面上又有一段距離 機場沒有辦法驅離 民航局副局長林俊良表示 馬祖的機場沒有無人機 防治偵測系統的相關設施 但目前可偵測無人機的防治設備 如果距離十公里太遠 就不容易偵測 兩岸情勢緊張 南竿機場首見中國無人機干擾 前後盤旋也擾亂航班 三天新聞領取馬祖台北天網報導